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前阶段我们看到还报道过 在Millimate Park有2600个疫苗可以提供 那么我们才报道马上接到它已经额满了 它几乎是在它一开放登记15分钟之内2600剂疫苗 提供给1A跟1B的群众15分钟之内就被登记额满 所以看得到现在群众民众对于接种疫苗是非常的重视 而且迫不及待 在现在在有关当局就是休斯顿的卫生单位 已经表示还包括了Harris County的公共卫生 和Mathodist的这个医院系统 现在都在努力的希望能够为我们休斯顿地区提供更多的疫苗 这个接种的速度跟数量都能够往上增加 那么在今天我们前面听到的可以在Millimate Park的2600剂疫苗是明天接种 但是10点整开放登记之后15分钟之内2600剂就登记完了 所以相关单位包括了Harris County还有休斯顿市的卫生局都表示 如果他们一旦在接到更多的疫苗的时候 会马上的再通知大众可以登记 我们要提醒大家在Millimate Park的这个疫苗注射 提供给所有符合1A1B的已经登记的民众 记得已经登记过 如果你没有登记 你没有事先预约 你是不能够到现场 你就算开车到了现场等待 你也不会得到疫苗的这个接种 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的注意 而在近来呢 对于疫苗要使用不论是电话 或者是电脑的网络连结来登记 对一般青年朋友 年轻朋友在电脑上面 在这种3C产品上面 对于IT方面不陌生的话 那是就跟吃饭一样 跟切豆腐一样 啪啪啪啪就切好就会了 可是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说 对于这个技术这一方面技术 不成熟很少接触的长辈来讲 老年人来讲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就是没有办法登记 不知道如何登记 敢不及登记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在你的周遭 有这样子的长辈 他们在登记预约 没有办法自己处理 或者完成儿女又不在身旁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能够提供你的协助 协助这些长辈们 协助他们完成登记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 能够多花一点时间 我们把这一个 发挥我们的爱心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所以如果知道我们在周遭 你有长辈的朋友 或者邻居 他们在这一方面 没有办法 就是自己顺利的完成 预约的工作 预约的情形 希望你能够提出 你的协助 好 这就是我们在 今天呢 带给大家的第一个 我们在五件新闻 我们关心的事项 好 这是关于在我们德州 对于疫苗方面的情形 另外呢 在我们Houston方面呢 也有一名就是越南裔的警官 是Tam Femme 他已经是有18年的HPD的 警官的这个资历 但是因为也参加了 在12月6号 1月6号 在国会山庄的 这个闯入山庄的 这个不文明的行动 我们这样子说吧 所以呢 他昨天已经提出了辞城 在休斯顿的警察总长 也已经接受 也表示绝不容忍 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FBI现在已经开始展开 相关的调查 那么这Tam Femme呢 也在这个简短的 在媒体的报道当中 他说呢 请大家不要骚扰他的家人 好 我们在我们德州方面呢 消息大概差不多 我们另外一个就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1月20号还剩下5天 就是下一届总统当选人 拜登他宣誓就职入主白宫 要接掌总统的职位了 现在航空公司和主要的机场都表示 下个礼拜在总统就职典礼前 将会加强安全措施 这是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包括了Delta航空和其他的主要航空公司说 将会禁止飞往华盛顿地区的乘客 把枪支放在托运行李中 就是说你不当然不能够随身带枪了 现在连托运也不用想 不能够带就是不能够用了 这个举动也是在1月6号 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 在国会大厦发生骚乱 在航班上也引发了政治的冲突之后 现在为与筹谋所做的一些安排 其他方面的事情呢 这个新闻我们另外看到呢 对于在疫苗现在是供不应求 而且呢有那么多疫苗 但是并没有及时的发放出来 最主要是在沟通方面 以及输送的管道方面的 不畅通吧 这个上下没有办法 及时畅通的彼此沟通了解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呢 美国有37位市长联合呼吁 就是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 应该要绕过州政府 直接把疫苗配送到各个市 因为地方官员是最能够加快 疫苗的接种作业 避免文字文书文件公文的来回 那么造成了延宕 也延缓了疫苗的接种 另外呢也在今天的纽约时报 引述美国总统当选人 拜登交接团队的里边的工作人员的话说 在拜登方面已经挑选了美国食品级药物管理局 FDA的前局长凯斯勒来协助领导政府疫苗研发计划 而神速行动的首席顾问施劳威在日前已经辞职了 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也在今天继续的在安排在他新政府的重要职务 他提名了前中情局的副局长科恩回国担任就职 科恩曾经在2015到2017担任过CIA的副局长 多年来科恩是行骗了世界 也追踪流向伊斯兰国ISIS这些恐怖组织和其他国际舞台恶意行为的资金 在2009年前总统欧巴马时任命科恩担任财政部 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筹资活动的助理部长 在那个期间他也获得了金融蝙蝠侠和制裁大使的绰号 现在拜登要任命这一位反恐老价回国来担当CIA的副局长 好下边朋友们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保守派的社交平台Parler在日前呼吁联邦法官要下令 Amazon网络服务部门让他们能够恢复连线 因为Amazon已经因为Parler没有能够管控自家平台上 煽动暴力的内容切断了Parler网络伺服器的这个连线 Parler呢一方面寻求紧急命令 要迫使Amazon能够恢复它伺服器连线 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就这个事情现在提出了告诉 好新闻方面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Bill Gates啊 Bill Gates在根据Forbes这个复笔式的杂志 他是全球第四大富豪 他是微软的创办人 但是呢他也是知名的慈善家 不容否认的我们都知道Bill Gates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慈善家 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呢Bill Gates呢是默默的在美国各地 现在已经购买了24.2万英亩的农地 Bill Gates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农地所有者了 他拥有最多农地的州则是在路易斯安娜州 阿肯瑟还有纳布拉斯卡州 那么这个是排名的一二三 另外阿肯瑟他也有持股也买了不少的地 一直以来他都关注土地投资 Bill Gates已经在18个州建立了庞大的农地的投资组合 根据Forbes来看他的净资产接近1210亿美金 哇真的叫超级有钱人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今天星期五我们的五件新闻 胡美剑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另外提醒朋友们别忘了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也有local news会在我们会放在这个YouTube上 别忘了你只要这个subscribe就是订阅 完全免费订阅是完全免费 订阅我们的频道在YouTube上就会收到相关的报道 好这就是带给大家我们的五件新闻了 朋友们今天是周末 先祝大家有个愉快轻松平安 而且要温暖的周末 我们在这呢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呢再欢迎您继续收听 包括贾德的欢天喜地过周末的讯息 还有接下来一点周 大康继续登场有话说 欢迎朋友们不要错过哦 我们一块儿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